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嘴硬 你给我等着 你说 这到底是谁用过的 我不知道 给我打 这小鸭的骗子还挺敢打的 你说不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我不知道 往死了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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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打 你给我杀手 你干啥呀 我怎么批死他们去 你批谁呀 大叔 你给我 你给我 暴打 大叔 暴打 你不想我了 你批谁呀 我回工家 你放开我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疯 你给我放开我 你带头擦人家垫 人家想抓的就是鱼 你还自己走上门 你真不晓活了 你让哥说我带头咋的 别人看见了都告诉我了 找我喝酒以前有事的 你说他争死你 不就想争死一只蚂蚁似的吗 你 你真不晓活了你 放手 我告诉你 你要想死 哥就是争死你 我也不让你死在他们手上 保护你听哥话 我不能眼看着你吃亏呀 哥 我是新的橘子 我是新的橘子哥 你到底说不算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打 你去去去去 你听听 你听听这一鞭子一鞭子冲的呀 都冲在我心上来了 哥 我的心都在流血呀 哥 我听听话 你去去 你放开我 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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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 打他你心疼的呀 竟说屁话 再打把人打死了 打死人不偿命啊 这年头 富人打死穷人 什么时候产过命啊 我用钱就能摆平 把死打 你们老两口是不是都糊涂了 就算你打死人不偿命 用钱摆平 可把他打死了 带头砸店的人就躲过去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打他到底是为了解气呀 还是为了要人呀 他说的有道理啊 真要是把他打死了 那就便宜了砸店的人 也是啊 打死了他 咱家还亏了呢 咱是花了大价钱 把他买回来的 还想用他肚皮 给咱家传宗接代呢 打死了他 谁给咱家下掌呢 不是 你不打他 他真不说呀 没用 这种人就是个倔种 你就打死他了 他也不会说 我在警察局干了这么多年了 这好人我见多了 我告诉你们 对付这样的人 你不用打 饿他 饿他几天 你问他什么他说什么 好 那就听你的 把他关在仓房 饿他 我说这样 我看干脆把宝虎子抓 你打他没用啊 罚宝虎子 你有证据吗 要什么证据 这不就证据吗 人家宝虎子就死不承认 不认识这玩意儿 你有啥招啊 你总得讲点道理吧 道理 你们这些警察狗子 什么时候讲过道理啊 行了行了 这大半夜的 一打嗷嗷叫 我看这样 把他呀 关起来 饿着他 让他自己招 别听你的 好 来 给他送马 关窗房的去 去年大汉 几近决收 良缘不足 本粮行 纯粮顺少 实不得已 万般无奈 只得提高粮价 玉米每斤涨到 三毛八分 高粮每斤 两毛二分 大豆每斤 五毛五分 其他杂粮 攒无货源 快门了 快门了 开始卖凉了 开始卖凉了 快门了 不要去 不要去 一个一个去 一个一个去 不要去 都有数 都有数 都有 慢点 慢点 这凉价涨得 吓死人了 瘫了好几倍 有 哼 老百姓够口子了 哪来的钱没凉 我听说饿死不少人了 荒言不太平 要乱 嗨 太平镇太平镇 什么时候太平镇 不是闹瘟疫 就是闹灾害 要不然就是闹土匪 再加上磕捐砸碎 这人哪 没办法活了都 千德峰两行 可发了大财了 荒年 他们倒得了好助 大家进一进来 请令得到了 大家欢迎 来 诸位都站着干什么 都坐下坐下 坐下 今天呢 把大家请来 是有钥匙相伤 我们请行政党 为我们训练 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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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情假套我不喜欢 我这个人就喜欢 说实话办实事 光明磊落 不废话了 开宗明义 咱们这一带闹旱灾 可以说是百年不遇 整个半岚关东 几近绝收 如今的老百姓 是家家断炊 听说 已经饿死了不少的人 政府不能看着老百姓 有灾难不管 可是政府 经济也很拮据 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救济百姓 怎么办 今天把诸位都请来 诸位是太平镇 腰缠万贯的财东啊 你们肯定是饿不着 可中国最讲仁义 什么叫人呢 人就是要关心别人 要照顾别人 什么叫义啊 义就是慷慨大方 舍得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 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 我不多说了 今天把诸位找来 就四个字 捐款赈灾 我的话说完了 大伙怎么不说话呀 有什么高端可以讲讲吗 把护肩被捡开了 谁知道 这次王八蛋把你打成这样 我怎么有招一日被杀的快乐不可 你快走 你快走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你别被人发现了 你别管我了 你给我走 他们发现不了 他们不会来的 何不能去区医市去了 钱小子在店里面卖粮食 我帮你把绳子解了好不好 八五三 你先让我喝个妆 八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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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了 我没事 你们走吧 不走 我哪儿都不去 我帮你把绳子解开 不行不能解 绳子不能解 为什么呀 解开了又怎么样 解开了我还敢跑吗 我们跑了 我们跑跑的远远了 让他们谁都找不着好不好 我跑了 我家人怎么办 那他们还能杀了你全家呀 那不能 可他们能把我们家的粮食要回来 那就等于杀了我们全家了 我们家一粒粮都没有了 我娘才用我换了四百斤包米 我不能跑 那你就在这儿等死啊 你放心吧 他们不会让我死到 你想 他们用四百斤包米 把我换来的 四百斤包米 他们能让我死吗 我要是死了 他们不就亏了吗 你放心吧 听听听 不解了 不解了 怎么样 憋了这么半天了 连个屁都憋不出来吗 你没有饿肚子了吗 镇长大人 我说两句 有房的程老板有话要说 请讲 黎民受苦 我等自不该袖手旁观 视而不见 特别是镇长大人 代表政府亲自出面震灾 如此替泄之情 必人深受感动 行了行了行了 刘夕拍马的话我不爱听 说正题 说正题就说正题 千德峰两行 把梁价提到如此之高 百姓难以承担 请问 这是天灾还是人货 对 梁价长得这么高 老百姓卖儿卖女 也买不起啊 这什么天灾人货 这就是落井下石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人货啊 根本不是天灾 你太吹嘴了吧 没有你这么多人啊 你快走 你快走 一群他妈的混账 我 梁价说涨就涨吗 荒年缺梁 我禁价就高 禁价就高 怎么能说我是落井下石呢 呸 你个成小鬼 我觉得你家祝福了 你跑这来闹我 可我呢 你吃软饭撑了是不是啊 你说什么呢你 竟敢在这儿撒也 你敢呸我 我还那么呸你呢 呸 呸 我告诉你 成小鬼 你就是坏 你坏的都肠子都乱了 就是你坏的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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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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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再敢闹事儿 老子今天就崩了他 你瞅瞅你一个个这熊样 简直就是为父不仁 为父不仁 我不跟你们废话 你们美人捐三百块大洋 今天晚上乌碧给我交到镇上了 谁敢拖延时间不交 我封了他的买卖 等会 都滚 快去 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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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你生气了 你是在替我受罪啊 你别这么说吧胡子 我没事的 好了 你快走吧 让人发现了 就坏事了 橘子 我不走 橘子 我跟他们认了吧 我不想看到你替我受罪啊 你傻呀你 我跟他们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现在要是认了 那我这罪不白受了吗 橘子 你对我真话 你不是也对我好吗 我出嫁那天 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为命了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他们又变得臭你 我的心都疼死了 要不是我哥拦着我 我非拿着斧子 跟他们拼命不可 你傻呀 一个人 怎么能打得过他们那么多人呢 我不想活了 我一点都不想活了 我只要能把你救下来 死了我就认了 你不许说这样的话 咱俩谁都不死 咱要好好活着 老虎子你听见了吗 咱们要好好活着 听见了吗 不死了我们好好活着 我发誓我一定要活出一个样子来 到时候我就把你娶了 我会好好带你的 像空谱色一样把你供着 把你放到我心里头 谁都不能碰你 老虎子 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 好你个不拿人识的保虎子 我就知道你能来 果然送上门来了 把他给我拔了 来吧你们快把他拔了 安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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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他 安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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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他 别打开我 橘子你还打开我 别打开我 你别打开我 别打开我 你别打开我 你别杀了 安住他 你还有心是跑来偷琴 你看我脚勺疼啊 带走 带停一下 我看你是没饿透我 我再饿你三天 我让你喊 带走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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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开他 走走走 橘子 橘子 给我放开 橘子 放开我 橘子 这不是保虎吗 橘子 橘子 你个王八蛋 我他妈杀了你 杀了你 你个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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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混蛋王八蛋 你个白眼狼 我们何家对你帮吗 嗯 我们有活找你 给你吃的 为了什么 不就是 考虑到你没爹没娘 给你碗饭吃 你个混小子恩将仇报 妈的 带头砸我们的店 你个白眼狼 我找你我 我去 你干 别了别了 累了 我带橘子里熟 带走 我费山了就不可 我费山了 我费山了 爹也放火头 大姐 你回来 好 给我回来 带花 带花 带我回来 带我回来 还有你 你也过来 啥事 哪那么多废话 你气糊涂我来 你把他带到局子里 怎么处置 好 揍一顿 发点钱 再到了给他送到县大狱里去 那几年后他出来呢 出来你怕啥呀 他还能杀人放火呀 这小网门啊 你看他身上都有野心 你说咱没怎么刀 他就把咱们家的店给砸了 将来他压到局子里再出来 咱不说他杀人 他就放点火 不就把咱家粮库给烧了吗 这小子能干出来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说呀 不能往警察局里压 放了他 放了他 美的他 我看这样吧 先把他压到粮仓里头 等到夜市人静的时候 再给他绑到荒郊野外 就地就给他崩落 再扒坑埋落 这叫斩草出根 这事行 那要是让上边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啊 你要不说 谁能知道 我不能带着弟兄吗 哎呀不用带着了 这件事情就咱俩还对付过他 嗯 行 带来 我怎么杀了你 去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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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有啥招啊 啊 这里边可屁静 绑紧他 别让他跑了 嗯 嗯 嗯 绑紧点 绑紧点 这回帮他接谁 这次他要是再能跑了 呀 那他就死下了 嗯 嗯 够杂动 够杂动 当他戒严我们 嗯 走 走 对 嗯 嗯 嗯 哎 嗯 不要急 不要急 慢点啊 不要急 哎 抓你的 回来点 回来点 来 来 上一身 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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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抹这么多钱就给我这么点高兵 没看外院贴护照吗 涨价了 涨也不能涨这么贵啊 你要不要 我要全家都得涨 什么废话 下酒玉米两件事 我就两件事了 抹我两毛 好吧 抹什么抹啊 一分都不能抹 买就买 不买就出去 别耽误后半人买粮啊 买 买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啊 不是我千德峰粮行 刻薄抬高粮价 这饥荒年呢 粮食短缺 我这粮食 进价本来就高 你们买得起就买 买不起 别在这发牢骚 我这可不是慈善会啊 一分钱我也不多要 少一分我也不抹 我还是那句话 买得起就买 买不起啊 别往这屋里进 一个个哭丧个脸 我看着就心烦 太太 太太 怎么了 太太 不好了 怎么了 少爷又发病了 走 快看看去 天哪 怎么回事啊 干了 一分 不行了 不行了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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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别闹了 行不行 听娘的话 别闹了 你要干啥呀 娘 娘 媳妇不见了 我要媳妇 你别闹了 你听娘说 你媳妇啊 让狼叼去了 咱不找了行吗 不 我就要媳妇 我叫媳妇 别这样 不要 都砸了 快帮我 不要弄起来 快 儿子 去 去 去 把橘子 把橘子放出来 娘给你找啊 娘去给你找去啊 儿子 去快去 把橘子放了 快去快去 儿子 听娘的话 娘给你找去了啊 别闹了 给你找去了 好了 好了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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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请 慢点 好好好 来 来 来 周嫂 不行 没事 钱匣子她答应放你了 钱匣子答应放我了 好 好了 钱匣子 你别说呀 这事啊 还多贵富贵 富贵是一个劲儿的喊 要媳妇 这喊着喊着 就喊抽了 这钱匣子没办法 哎 只能把你放了 来 来 慢点 慢点 哎呀 哎呀 哎 倩卡倩来来 你擦擦 哎呀 这脸啊 这个成小鬼啊 有点事就跟我作对啊 哼 找人鼓动啊 啊 又找人来打我 好像没给我撕了 爹 你放心 这个成小鬼啊 我一定找机会收拾她 收拾她 收拾她 你要是我故人就收拾她 你收拾完了 啊 我奖励你 怎么个奖励 让我做养老女婿啊 那也不是不可以 真的 说好了 哎 我们家的事不是不知道啊 这个家谁说的算 不是 你老丈母娘说的算吗 但是不要紧呢 好事多磨呀 磨到一定时间 我就找你当养老女婿 爹 你要是把这个事给我磨成了啊 我一定替你把我成小鬼这个仇 你先把这仇给我抱去 我帮你找养老女婿 爹 你 你这是我亲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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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媳妇儿 娘跟你说 你睡一觉啊 睡醒了 你媳妇儿就回来了 福冠啊 你媳妇儿回来了 别哭了 你看 媳妇儿 小媳妇儿 你去哪儿了 我没去哪儿 我没去哪儿 我就在后院儿 你骗我 我去后院儿找过你 毛房都去过了 没瞧见你人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回了趟娘家 娘说 你跑了 被狼吊走了 你不能走了 你走了以后 我都没法活了 我可想你啊 我想了你一天一夜 小媳妇儿 你可不能再丢下我了 我不能没有你啊 娘 哎 不能没有你 行了福冠 你别哭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行 你回来就好了 过去的事儿呢 我就不追究了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对福冠好 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宝虎子呢 这不管你的事儿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呀 别抱怨了 今天 要是没有我和行政长拦着 那你的亏可就失大了 那你们 也不是白护着我呀 我不是交这个保护费了吗 呵不呢 啊 你要是这么说话 那我们 就把你的那点意思 给你退了 别别别别别 局长 局长 别别别别 你别跟那里面见上 别别别别 不能走 那个韩局长 我这不是窝了一肚子气吗 见谅见谅见谅 啊 韩局长 我老让他就那么个人儿 那张嘴啊 跟那破风相似的 撒气漏风的 不会说句好听的 您别跟他一盘电视啊 哎嘿嘿 韩局长 是啊是啊 我这张破嘴啊 我这张破嘴啊就是不会说话 我小的时候啊 我娘说我啊 最爱吃那臭豆腐 这张嘴啊臭了一辈子 欠揍 那就是欠揍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也不挑你了 哎呀 我知道啊 你是被那个 春小鬼给气了 啊 对了 那个带同道士的 你查查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找到 不知道谁干的呢 他不是你店里的伙计 不是啊 我店里的伙计 对我那个忠诚啊 不是他们干的 我估计啊 是镇上鸡民干 饿疯了 想造反 对对对对 行政长说了 如今 鸡民怨愤 要是控制不好局势呢 就容易出大乱子 他呢 让我先抓几个刁民 游街示众 惩治惩治 也好杀一惊百 我看呢 最好还是把那个 带同闹事的抓住 啊 抓住以后 严信考打 然后游街示众 那震慎力多大 啊 是是 可是不是抓不着吗 到现在连眉目都没有啊 要查一查 要抓紧 哎哎哎哎 抓紧抓紧 一定抓紧 对了 哎 对了 行政长啊 让我给你带个话 放心 啊 哎 不管那些 呃 什么财东们 他们说什么 你啊 粮食该怎么卖 你就怎么卖啊 好好好 如今哪 是闹饥荒 你就是把粮食卖出金字下来 那可是你的本事啊 哎呀 哎呀 我再一次感谢行政长 还有您韩剧长 情领了 情领了 不能光领情 还得做到心中有数 对啊 心中有数 心中有数 哎 那个那句话怎么说的 那个叫 这个这个 这个钱不是一个人赚的 对 这个钱哪不是一个人的挣的 对吧 哦 好 贺老板经产有道啊 经产有道啊 经产有道啊 我走了啊 来 进长 来 进长慢走 哎 好好好好 冯娇 冯娇 嗯 好好 好 怎么了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脸蛋子怎么了 啊 有广正亮的 有 哦 雪花糕吧 老板抹雪花糕没抹匀 你说你们家这破镜子 照个人都照不全 我这雪花糕能抹匀吗我 那宝虎子呢 半天没看着他了 跑哪儿去了 我知道他死哪儿去了 我还给你看着他呀 没看着就没看着呗 说那么难听啊 啥呀 谁难听就别跟我说话呀 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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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虎子出事了 出事了 前瞎子把他抓了 押警察局去了 凭啥抓他呀 凭什么你不知道 不是早就有人告诉你了吗 他带头砸人家的店 那也得有证据啊 他们有证据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救救宝虎子 我得先回去了 我想办法 那我先走了 我想办法 这个宝虎子 到底惹出大祸来了 凭啥 凭啥 你跟何无能能说上话 你去求求他 那把宝虎子就放了呗 我跟何无能能说上什么话呀 他看见我 连眼皮都不带撸一下呢 不对啊 我看他见你挺热情的 你求求他呗 他看见我热不热情我不知道 反正你弟弟见了我 可从来都是横眉立眼的 要是杀人能不偿命的话 早就把我给掐死了 现在出事了来找我 他活该 他挨枪子才好呢 你不帮就不帮 你说这个很帮 孩子 那什么时候抓钱呢 就是饥荒年赚钱嘛 那咱要就靠平时卖粮那点力 几辈子能发财呀 我爷爷就是光绪死那年 那不是赶上风灾了吗 粮食绝收 他发了笔财 您记得吗 我爹好像是清朝倒台那年吧 咱们这呢 是发大水 也是粮食绝收 也发了笔财 这才垫下这家底 你说如今呢 又让我赶上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我要是看不见 我不就瞎眼驴吗 这满地都是青草 我看不见 我就啃那个石头上的青苔 掌 掌 那还涨多少钱呢 嗯 这样吧 我想玉米呢 再涨两毛钱 高粱呢 涨一毛钱 大豆呢 涨三毛 大米白面 每袋再涨一块大羊 这 这老百姓买得起吗 哎呀 朱先生啊 他又买不起他不就得饿死吗 他要想不饿死 那他就得卖房子卖地买粮食啊 我说朱先生你这个人也真怪了 啰嗦什么让你长你就长 哪那么多事呢 你对朱先生说话客气点 愿我啰嗦 愿我啰嗦 我这就去找 这个朱先生啊 人是不俗 就是有点淤 淤你也得客气 人家朱先生当年伺候我爹 现在又伺候咱们 老头够忠心的了 我知道他是你心腹 咱得罪不起 行了吧 说什么屁话呢 说什么屁话呢 就这事啊 好吧 那什么 到家去说吧 就在这说呗 还用上家说去呢 你看你在那街上 咱俩一男一女 知道的你是我小舅子媳妇 不知道的人家怎么想 还以为咱俩这些事 走吧 到家去说 挺好的 何老板 老板娘你们都在啊 朱铁江 你有事啊 我知道这宝虎子冒犯了你们 可请你们二位 看在咱们老邻居的份上 看我朱铁江的面子上 就放过他吧 他挺可怜的 你说这从小没爹没娘 跟着我长大的 他是个苦命人 命苦命甜是他自个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我们叫他苦了 我朱铁江我问你 我们对你们家薄不薄啊 不薄 对 薄虎子薄不薄啊 不薄不薄 不薄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 带头砸我们家店 这是什么 这不狼心狗肺吗 这不是万恩负义吗 是是是 这小子就是万恩负义 他就是狼心狗肺 这样 你们把他放了 回去啊 回去我把他腿给砸折了 我我狠狠地教训他 老板娘 老板 你们你们醒醒好 把他放了吧 求求你们了 我们现在就是想把他放了 那我们说了也不算呢 咋了 那他不是让警察局押去了吗 那警察局押去的人 那我们说了能算吗 那那那不是还有你姑娘吗 你求你姑娘帮忙说句话呗 我那姑娘算个屁呀 这在警察局就是个挺使喚的 他说句话那还不如局长放个屁有味呢 你可别指着他 那实 实在不行 我使点钱 能不能好吃啊 那你能使多少钱呢 来来来 小橘子 咱们吃块糖 姐夫 咱还是赶紧说事吧 先吃糖 来 姐夫 我不吃 来 姐夫 我不吃 你吃 我吃 吃你 我不吃 这 这 这 花生糖又香又甜 姐夫 我真的不吃 我真的不吃 吃嘛 我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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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姑娘 可酱了 不吃就不吃 好 不吃 姐夫给你倒点水喝 来 喝口水 姐夫 你不用了 我不喝水 咱们赶紧说这事吧 不着急 你姐去赶苗绘去了 什么我直接回不来 我找您办事 跟我姐回不回来有啥关系啊 你看你 你求我办事 你总得让我喘口气喝口水吧 来 橘子 坐 坐 坐下 啊 这么多钱呢 那是一条人命 这还多呀 一条人命 咋的 那 那还能把我弟弟给崩了啊 就是不崩了他 也得弄他个半死 这叫什么 他就造反 罪不清啊 那老板娘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以前你们不是想过 要把我那个房子和地都买了吗 我也没同意 那现在事儿 事儿都这样了 我豁出去了 我就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你们 用这些钱把我弟弟赎回来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行啊行啊 朱姐姐啊 这事儿啊 你就别啰嗦了 你就是把房子和地都卖了 我们也不能去跟你说这个情 我们也说不了这个情 你呢 要是有关系呢 那你就去警察局 要没关系啊 你就得在家挺着 这事儿别再问我了 我们管不了 真管不了 老板娘 你说这个话没人信她 就凭你们二位的实力 你都到警察局跟警察说一声 他们就能把我弟弟放了出来 这事儿是能办到的 我看你们就是不想给我这个人情 不想帮这个忙啊 朱铁匠 听你这话里话外的 你还不乐意了 你们见死不救 也太不心善了 我 我们心不善 不是 你弟弟带头砸我们的店 他这叫心善哪 他跟我们都不讲善 我们讲什么善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天理 这么说 这个忙是真不帮的呗 不帮 怎么的 你还想威胁我啊 我提个人 我想你们看他的面子 也不会杀我弟弟 谁啊 啊 谁面子这么大呀 不是 朱铁匠 你就是提天王老子 我们也不会给这面子 给不给面子我得提了 大黑山的唐二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